- 大家好 我是MASERBOB 崇崇老师 欢迎收看纸飞机入门第四集 第四集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支 这一支是世界冠军 可能不是世界冠军 世界金字纪录的保持者设计出来的 目前它是记录保持最远的一支飞机 那这一个叫做苏珊娜型 OK 苏珊娜 那它的特色在哪边呢 我们有折过飞镖型 它的缺点是重心不够前面 OK 加重飞镖 重心前面的 可是意面太小 OK 凤凰型 凤凰型的话呢 集聚于前面两个优势 它把层次折在前面 然后呢 意面又加大 可是我们就发现到 意面越大的时候 其实相对之下 它跟我们的空气摩擦会越多 也就是它所受到的阻力相对会越大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这种大意面的 通常会是在滑翔机 或者是回旋飞机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距离 够远的时候 我们意面一味的增大 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阻力 让它飞不远 所以呢 我们这个苏珊娜型呢 它就解决掉了这些的问题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一样层次在前面 OK 然后重量呢 重量呢 也都在前面 所以它的重金是向前偏的 向前偏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它的重心的话 就大概在 也是在这个位置 OK 也是在这个位置 那起来之后呢 它稳定度就会高很多 那再加上你看一下 我们飞的最好的 是这个加重飞标型 那比起它 因为发现面积也大很多 然后呢 又不像凤凰型的这么大 因此呢 它是折中了 我们的意面大小 再加上我们的重心 然后再来呢 它前面这边的层次 也可以造成 我们在用力丢的时候 不容易造成它的机乱偏 我们这里会再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丢出去之后呢 它的机必须要维持 它才能够拦截空气 跟空气产生一个生力 但它如果在丢的过程中 机翼软掉变形 它就会造成它的气流不稳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会一直推荐大家 建议它使用80到100磅的纸张 那磅数越高就越硬 但是超过100的话 第一个不好买 第二个我们在折的过程中 也会很难折 那70磅的话是最常见的 而且价位最便宜 可是它就是太乱 OK 好 那我们换个角度 来折这一只 苏珊娜行吧 Go 接下来我们要折的是 世界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的 苏珊娜行 那苏珊娜行 跟凤凰行非常类似 我们一样先对折 好 对折完之后呢 一样 左边这个三角形 右边这个三角形 右边这个三角形 OK 那一样 我们把这个折痕呢 都稍微用指甲刮一下 这边你会发现跟那个 凤凰行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两个步骤也是几乎一模 也是完全一模一样 好 这一个最得到这条线上面 好 这样子 这也是 这奇怪 好 这样子完成之后呢 唯一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是 那个凤凰点是折这一个 苏珊娜行呢 我们会折在 这一个点 有看到吗 这一个角落 这个对折这个点 我们把它折下来 从这个地方折 好 那如果你从背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在这一个交叉点 这个地方 把它折下来 好 我这里稍微压一下之后 然后再把它反折过来 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折起来 让它把中线这里 对齐好 OK 把中线这里对齐好 之后再把它往上折上去 OK 然后摊开以后 一样 摊开以后 把它 用指甲扣一扣 OK 所以再次强调 我们书 那个凤凤行 折这边 而书珊娜行 是在这个交点折下来 折好之后呢 我们就沿着这一个 再折一次 那边折下来 那边折下来 这好之后呢 它跟我们的书珊娜行 书珊娜行 跟我们的凤凰行 有一个相同的点 就是会把这个再折上去 这折上去干嘛 那一样就是避免它这个结构会散掉 然后折上去之后 再把它这样反折过来 好 好压好 好压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部分 稍微调生一下光线 好 这部分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到它可以 扣住 好 最后一个 折下来 那折下来一样呢 我们这个机头呢 我们是可以留一些的 好 不用直接折到底 是留一些 少些许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折过来之后 看一下 我们这边 一样留 一段距离 下面这留一段距离 把它折下来 好 这头是这样子 不需要折这样 折到底 这样的话到时候层次太多 它就很容易裂开了 断掉了 或者是 折一折之后变形 OK 好两边折好之后呢 一样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好 那最后一样 我们如果害怕它会闪开的话 一样在机头这地方 可以贴一个小胶带 贴起来 好 像这样子 OK 把它贴起来 贴起来之后呢 我们的 书三纳行 直飞机就完成了 OK 前面层次在这地方 长这样子 试试看吧 OK 哦 封锁 咱 咱 对 k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